日前在中興文創園區登場的季工文化節 除了有公益雲遊會之外 主辦單位也邀請許多學校、社區 以及公益社團等表演團隊 帶來精彩的演出 為活動暖場 一人縣有餘災慈善共休協會表示 協會成立至今三年多 每個月都會將各界捐助的物資整理 發送到學校以及關懷戶家中 到目前為止累計關懷家戶約243戶 17所學校303位學童 西南辦公室也在日前成立 未來會持續擴大關懷範圍 目前我服務的家戶有243戶 清函學童有303位 所服務的學校有17所 每個星期我師兄師兄 都由台北來把公司簽家 背後就隨便去家戶親自把物資送到家戶的手中 我們知道有餘災慈善共休協會 當期內裡有100空九年開始 就由於我們宜蘭館這名家來布施 我們這個活動氣功文化節已經連續第三年了 這次內裡我要跟大家報告 有餘災關懷我們宜蘭物資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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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名 我們宜蘭說這名家可以讓我們所有的獨居長者 甚至於這部份也要管我們的社會團體 這名家我們可以拿來做 今年大家都要注意交通 所以比較不要穿黑的跟紅的 因為今年交通會比較亂 尤其到最後倒數兩個月 11月12月 我沒有說的是那個農曆 季工文化節總共吸引近千人前來共襄盛舉 共同把愛傳出去 並相約明年再相會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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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